现在我就问你能不能跟我男朋友分手啊 你们已经分手了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什么要求我离开他 我们就是吵架闹点小矛盾 你就趁虚而入 陪我把你当是最好的朋友 大冬天凌晨两点 穿着秋衣秋裤在楼道里站着 你不是小矛盾 还是说你跟他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候 不管不顾把桌子掀了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这是我的家事 用让你来管 还有 我脾气再怎么不好 他也会包容我 掀桌子的事本来就是他的不对 他父母都不敢说话 不说不代表你做的就是对的 你跟父母长辈一起吃饭 什么都不顾把装下来 你觉得你还有成就感吗 教养儿子怎么先你记得吗 教养 你跟我提教养 咱俩认识多长年了 你瞧我男朋友你有教养吗 再说了 我俩才分手多长时间 半年吧 半年都不到那儿就搞在一起了 你干什么 背着我俩没有事吗 杨盈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你跟他发什么火 你到现在还贪护他是吗 我才是女朋友 要不是因为他 我们能分手吗 够了 我跟你提分手 就是受不了你一次又一次地践踏我 你根本不懂得为我做些什么 你只知道一味地索取 当初你在商场里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跟我大吵大闹 就因为我没给你买那条破项链 一条项链而已 你会不会谈恋爱啊 谈恋爱最基本的付出 你不知道吗 我没给你买项链 就是不会谈恋爱的吗 那你懂不懂得付出啊 你闺蜜要买车你买车 你闺蜜要买包你买包 你不觉得你潘米星这么重吗 我 我就不信你啊 背着我没有事 咱俩这种感情 我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我才走出来 至于我和陶 别说那也没有用的 我就问你 能不能跟她分手跟我和好 你还是这样 永远不会证实自己的问题 你总把情绪放在别人身上 怪在别人头上 让别人来替你消化情绪 剑什么呀 所以你就扮演一个圣母的角色 替我救赎她是吗 说到底你还是个新机女 备胎转正的滋味挺好受吧 难道她带你这里不是备胎吗 你在夜店里认识那几个跑车 富二代朋友 没少带你出去玩吧 最后发现他们车都是租的 他们要真是富二代 你到底把她甩了 我说一堂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淡 何东你告她是吧 够了 她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想要跟她动手 你不配 以后别再联系我们了